昨天只公佈838的個案 那839的個案 怎麼也有去過大江 如果有涉及隱瞞 當然是會開罰 不過這個疫調的過程當中 因為這兩位個案都是 這個醫師跟護理師 他們配額度是很高 那可能有部分的行程 確實忘記或者是記錯了 這個部分我們會用手機軌跡圖 加上雲龍系統 那協助再做後續二次三次 因為這一次我們是希望 這個有所謂的本土個案 那因此我們疫調會做二輪三輪 每一個細節都會仔細檢查清楚 趕在營業前 門市人員進行室內撒掃工作 歷經一天修館 13號桃園IKEA恢復營業 應該也是會 但是他應該有全館消毒 大家都有戴口罩應該就還好 我會避開假日人多的時候吧 而且店家都有固定在消毒 這些我覺得還可以 不用過度恐慌 早上逛街的人熙熙落落 以往最多人的用餐區 門市人員比客人多 經過一天的修館 今天桃園IKEA是恢復了營運 不過受到疫情波及的還有這一家 大廈公務中心今天也照常營業 而在正式開門前 廣方人員正在著手進行準備 清潔人員擦拭玻璃窗 趕在營業前加強消毒作業 而早在前一天 大將購物中心 因為染病醫師錯誤記憶 一度被誤認為確診足跡之一 讓業者緊急必電一天 自主消毒 是根據損失的部分 我們現在有出略的估計呢 因可能有超過千萬元以上 店家損失一天 千萬營業額只能自認倒楣 但明明只有短短幾天 這名確診醫師卻無法清楚 交代到訪過的地點 導致目前仍無法掌握 確切足跡 引起恐慌 部分購物中心甚至必電因應 好在最後證實 只是虛驚一場 三立兄 吳冠英 吳雅婷 桃園報導